人失败过后都是借口的 都是市场的问题的 都是我的股东的问题的 都是给人家骗 都是我经理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的 很多的企业家 就会面对什么问题 他就会每天在寻找风口 什么叫做在寻找风口呢 每天就看什么东西可以做 每天就看人家在做什么 就认为我自己也是可以做 人家做直播卖海鲜 我就明天去找一点货 也跟去卖海鲜 对吧 然后人家卖5块 我就卖4块 他就是跟着风口 今天人家卖榴莲 我就跟着去卖榴莲 我又跟着风口 今天人家讲做apps好 每个人就做apps 明天人家讲做money game好 你也做money game咯 明天人家讲做传销好 你就做传销咯 后年人家讲做保险好 就做保险好 对吧 其实想跟大家讲的 每一个行业都出人财 每一个行业都能赚大钱 但是你blindly跟随风口 到底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你有没有这样的人脉 如果你要做这个企业 Can you imagine yourself Can you vision yourself You will proceed with this business for the next 3 to 5 years 你如何的现在做到市场 如何的想办法做到未来的市场 如何的持续化做这个市场 你有想过吗 还是你为了做而做 人家做你就跟 我就看到市场有很多企业家的 有很多新创企业 一下子做这个的 今天做APP 明天跟你讲我要做交易 后天跟你讲我又可以做marketing 然后一下子又跟你讲我要做保险 现在又来做传销 但是每个项目都跟你讲他的企业 是赚到钱吗 你有帮投资者离场吗 很多人都很喜欢用serial entrepreneur 什么是serial entrepreneur 哇连锁创业啊 创什么业 到底有什么企业是成功的 我也是serial entrepreneur 我创了100个企业 倒了99个咯 这个就是我是serial entrepreneur咯 对吗 可以吗 创业罢了吗 我也会创业 成功的案例有吗 我是好彩走了这16年成功一次咯 曾经跑出来一次咯 大多数99都死在马路的 没有人可怜我的 我都不敢去claim我比别人厉害 我都不敢讲我是serial entrepreneur 但是每个人讲他是serial entrepreneur 他讲他成功创业 co-founded this company 写这些字号没有用的 没有意思的 不要迷茫地跟风口 不要迷茫地看人家做 你就觉得你可以做 你有没有好好去评估一下 到底你对这个产品 对这个行业 你是否能胜任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你有没有更多的职业 更多的人脉 让这个企业 可以让你跟市场的区分 让你可以做到未来的市场 让你在市场找到你的核心的价值观 这是一些很多人不了解 他就想人家做我就去做 做了先才打算 以前可以的 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是这样的咯 因为没办法要吃饭 我从来都没有想更远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要把企业做到上市 要去跟市场融资 我只是想做一个生意也好 只要有饭吃 只要过到日子我就可以了 我也不用去讲到好像我有几大的梦想 几大眼睛我根本都没有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想吃饭 就是想每天有三餐 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越陷越深了 逃不出来了 就努力的做咯 每天做咯 好像一头牛这样 希望日复一日过咯 过了希望存到一点钱咯 然后希望又可以成立别的企业 但是就是我发现很多的企业家就是 他胡乱跟风口 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也做 都不focus 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都不知道在市场 他自己的技能 他自己的技巧 有什么区分 有什么强项 他都没有 他就是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 做跟风口 跟完风口做不到 就只是跟人家一句话 哎呦失败了咯 哎呦行情不好咯 市场差咯 这些都是standard的嘛 人失败过后呢 都是借口的 都是市场的问题的 都是我的股东的问题的 都是给人家骗 都是我经理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的 这个就是市场很多人这样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我失败都是觉得人家骗我的 我失败都是市场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我问题 因为我是雷仔 我是聪明人 如果没有我哪里会是一个企业家 我哪里会是一个老板 老板一定是聪明的对吗 错 你如果还 你如果还活着你的生活 在犯人 你是不可能会成功的 对不起 讲错了 你很难成功 不要讲不可能 很难成功 当你看到一个风口 问回自己 我自己的资源 我自己的知识 我自己的技能 是否这个企业 我真的想做的长久 还是只是想过日子 如果其实想过日子 就一开始我们就想赚了钱就走了 就简单 不要去投资太多的资源 不要去融资 不要把这个讲到几大几大 好吗 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